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究竟空姐是否經常被人搭散? 是否真的很容易掉到金龜?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等一會 和你們說多一句 這個頻道就會有空姐談的系列 這個Playlist裡面全部都是關於空姐的大小事 和我上當年的飛行經驗和分享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按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我已經出了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你有興趣的主題 那我們立即回到今天的主題吧 究竟空姐是否經常被人搭散? 如果你說我呢 我個人來說 我就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說 不是的 因為其實 當然是會被搭散的 但是不是經常被搭散? 就真的不是的 因為空姐真的有很多事情做 除非你是飛LA 你飛十幾二十個小時 這些長途的機器 要空姐很空閒的時候 他才有空閒讓你搭散的 如果空姐很忙 很不空閒的時候 哪有時間讓你搭散呢? 他連停下的機會都沒有 哪有時間讓你搭散呢? 是不是才讓你望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呢? 我上當年 真的沒有什麼人跟我搭散的 也不會好像有很多人說 坊間說會塞卡片給你 然後可能特地走到廚房 跟你搭散聊天 有的 不過不多 而且質量也不太好 所以我沒有成功跟任何一個機上乘客 做到朋友 即是你說普通朋友也不會有的 甚至有時經常都會看到同一個客人 可能因為他是frequent flyer 來的 經常都會飛的 可能是business man 或者是什麼 他們都不會說真的去扣 即是他不會搭散 真的去聊 當然我們航空公司也有一小部分的空姐 是真是釣倒金龜的 或者是被搭散 被搭散成功 然後約了出去吃飯 看電影、約會等各種 當然會有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經常都發生呢 不是 絕對不是 所以你說 會不會這麼容易就吊到金龜呢 其實 你做什麼行業也有機會 遇到一些金龜小 被你吊到的 那就不只是在飛機上面 那如果說 你在經濟艙的機會就更加少了 因為坐得經濟艙就 當然不會有金龜 但是 他要是坐經濟艙 而他又是金龜 而有一定的吸引力 可以吸引到你 而他又想被你吸引的話 都 好笑 即是我上班 真的上班 我都沒有空管陌生人 所以 我是沒有什麼被搭散的 聊聊天 都好笑 對 對 那你說到 如果真的被搭散 通常那些搭散客 他會第一句 的pick up line 會是什麼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各種方式都有的 他有機會 會不斷問你借東西 或者是想要很多不同的飲品 來吸引你的注意 第二 第二 衝進來 即是我們在吃飯 拉在廚房裡吃飯 他會拉開一個簾 然後問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然後 開始越問越多 關於一些 你感覺到他不想走的情況 我們通常都不會很理會的 通常都是寒圈兩句 然後就繼續吃我們的飯 然後就說 我們正在休息 麻煩先生 你出發去 對 都是用很有禮貌的方式 就把他逼去 拜拜 那另外 你說有沒有人 真的 在我們走過的時候 叫停你 然後塞卡片給你 有的 但我沒有收過 卡片 但我有聽說過 我有同事 是有收過卡片的 那做什麼方式 他們搭散的方式 對 他們會寫留言卡 他們寫留言卡 就會表揚這個空姐 表揚到他很好 他就會找你的航班 寫了一封信 然後稱讚你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通常這樣 你就會上前 跟那個乘客說 謝謝Biliba 可能到那個時機 他就會想了解你更多 跟你說多幾句 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 對這個空姐很容易 掉到金龜的這個疑惑 給大家聽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按讚我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之後你就會看到更多 關於空姐的大小事 和所有的經歷 那我們在Facebook和Instagram見 拜拜 拜拜